真的是嚇壞人了 民眾到知名連鎖早餐店 買了一杯可可 卻經見呢 裡面至少有八隻小強 讓他氣得PO網 而週一上午 來到了事發的店家 發現業者已經拉下鐵捲門 員工們是忙著清掃 但對小強的事不予回應 一早想要來杯可可 天啊 這怎麼喝 裡面竟然有好多隻小強 浮在上頭 民眾很傻眼 很怕 很怕 以後還敢不敢喝 我敢 你不是整體泡嗎 不急於他就對了 那如果喝到 當下會不會覺得很噁心 會覺得很噁心 不會覺得很噁心 當時民眾氣得PO網說 日前到桃園巴德 某間連鎖早餐店用餐 早上吃早餐 就看到加料的可可 好險覺得怪怪的沒喝 嚇得說好像蟑螂窩 文章一出網友紛紛留言 直呼實在太可怕 全家都團圓了 也有人質疑 這麼明顯 店家怎麼會沒看到 仔細數一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杯可可裡面 至少就有八隻小強 偷泡可可浴 實在離譜 周一上午來到事發店家 發現鐵捲門半拉 五名員工忙著清掃 沒有開門營業 要求業者限期改正 如覆查不合格 將依實安法 裁罰新台幣 六萬元以上 兩億元以上拔款 事發之後 衛生局已前往稽查 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畢竟沒做好環境清理 外加出餐前 也沒再次確認 一杯小強可可 亮起實安疑慮 記得林住強 台灣財務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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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